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诶 怎么回事 好像有一只小鸟撞到我们了 不过只是一只鸟而已撞不烂你的飞机了 哎呀 不好意思 你的飞机被我撞了一个洞 什么 哎呀 怎么这么倒霉 我的飞机呢 掉到哪里去了 哎呀 摔得我都晕乎乎的了 哎 我们这是掉到了什么地方啊 这里看上去 好像是一张飞行旗的地图 飞行旗是由四种颜色的飞机组成的一种旗类游戏 最多可以四个人各拿一种颜色一起来玩 飞行旗是通过抛闪子来控制飞机可行走的部署的 每抛到六可以起飞一只飞机 所有飞机都到达终点之后就可以赢得游戏了 但我们的飞机丢了呀 怎么办呢 我们去搜索一下 看看飞机掉到哪里去了 嗯 好吧 我们走吧 青蛙你看 对面有东西 好像是我们的飞机头啊 真的是我的飞机 怎么只剩下飞机头了 我们过去捡回来吧 但是这条河我们怎么过去呢 哎 这里有一块板子 我们架起来 从上面过去吧 嗯 看来我飞机的其他部分 应该还落在地图的某个角落 我们再去找找吧 这里要怎么走啊 哦 这里怎么又被打断了 这样我们怎么过去呢 诶 这是什么 哦 应该是个机关 按一下试试 嗯 这条梯子打横的方 我们也走不到对面呢 通常这种机关都是可以切换的吧 叶子 你再按一次 哈哈 青蛙哥哥你真聪明 梯子打数百 那我们就能走过去了 嗯 走吧 看 青蛙哥哥 那是我们飞机的身体吧 啊 我的飞机真可怜 都四分五略了 哎 说不定飞机的翅膀就在前面呢 我们继续走吧 青蛙哥哥 哈哈 太好了 我们找到翅膀了 哦 太好了 终于全部都找到了 我现在就把你们拼起来 嗯 青蛙哥哥 靠你了 哎 好了 椰子 快上来 可以回哗啦啦啦 好嘞 太好了 终于回来了 是啊 总算是有惊无险啊 哎 青蛙哥哥 你拼飞机的速度太快了 我还没看清你就已经拼完了 哦 你是想知道我是怎么拼的吗 嗯 好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飞机的构造呢 你看 飞机可以分为尖尖的头部 一只的机身 扁扁的翅膀 机身后面有尾翼 下面还有蚊子呢 哎 青蛙哥哥 有一种飞机既会飞还会开火 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你说的应该是战斗机吧 是不是像这样子 嗯 没错 它的头像子弹一样尖尖的 而且机身的设计也非常帅气 这种飞机是在导弹的时候才用的 它可以一次性发射很多的导弹呢 嗯 沙弹力特别强 哎 青蛙哥哥 除了这两种类型的飞机的话 还有哪些呀 哦 那就多了哦 有直升机 嗯 双翼机 嗯 三角翼机 还有一种隐形飞机呢 啊 隐形飞机 飞机还能隐形啊 飞机在高空上面飞行的时候 用眼睛是很难看到它们的 但是可以用雷达来检测 隐形飞机的隐形功能 就是用雷达都检测不到它们 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不然我们这节课就来画飞机吧 哦 可以啊 不过画飞机太简单了 这一次我们来坐飞机 哇 感觉好酷耶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这节课我们用雪糕棒还有小夹子 来制作飞机的造型哦 这里 雪糕棒有大的有小的 有长的有短的 有四种型号可以让我们自由地使用 像这样 两根一号的雪糕棒十字交叉 再加上一根三号的雪糕棒 哈哈 诶 我还可以再叠加一根三号的雪糕棒 在飞机的机头这个地方 它可以显得更加的帅气呢 小夹子夹在一号雪糕棒的一头 它可以延长整个飞机的长度 再把另外一根雪糕棒也横着夹在夹子的下面 做出它的机翼 如果想把机身做宽一些 要怎么办呢 嗯 让我用两根二号的雪糕棒来试一试 像这样把它搭在机身和机翼上面 诶 看起来很不错呦 决定好我们想要的造型 就要用到胶水 把雪糕棒粘起来了 要用这种幽胶哦 普通的胶水是很难粘起来的呢 压一压把它固定好 机翼上面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变化 添加一些新的雪糕棒 不同的方向不同摆放 都会有不同的造型出来哦 选择你喜欢的把它粘贴起来 选择你喜欢的把它粘贴起来 唯一的设计也很重要呢 这样好看吗 嗯 再换一个试试 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再试试 多尝试几次 用雪糕棒组合出你最喜欢的造型来 小朋友们对飞机后面立起来的尾翼 肯定都有深刻的印象吧 我们能不能把它制作出来呢 当然可以 可以粘上一个小夹子 觉得效果怎样 嗯 如果你不喜欢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不过就需要爸爸跟妈妈来帮一下忙哦 像这样 在雪糕棒上面画上一条线 然后让爸爸或者妈妈帮我们用剪刀剪下来 哦 哦 有点危险呢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去捡哦 好了 沾上尾翼之后 诶 它怎么老是要掉下来啊 哦 下面接触的面积太小了 机翼站不稳 那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机翼 像这样 把它们两个粘在一起 这下子可以站起来的吧 嘿 像这样就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飞机了 当然 它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小朋友们可以自由地 再往上面去添加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想做一个机身式立体的飞机 像这样 我们可以用四根同样的雪糕棒 搭出一个长方体 把雪糕棒像这样折起来 也可以变成不一样的部件 来进行使用的哦 如果你觉得一号雪糕棒作为机翼还不够长 那怎么办呢 嗯 我们可以用两根雪糕棒叠加起来呀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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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这样 它可以变得更长 小朋友们要学会灵活地去运用你的材料哦 小夹子也可以把它拆开来使用呢 夹在我们的机翼上面还可以变成武器 天花哥哥你看 我用你刚才说的办法做了一个直升机的机身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 我将这个夹子呢 夹在机身的两边 噔噔噔噔 变成了直升机的脚架 是不是非常神奇呢 不错呀 或需或用的 嗯 还有呢 将这两个木棒十字交叉 加一个夹子之后呢 就变成了直升机的螺旋桨 嗯 太好了 那我也来用这个小夹子 加入到我的创作中 小朋友们家里肯定有一些画笔已经用完了 但是这么漂亮的笔 扔了多可惜呀 我们可以用它来配合雪糕棒 进行制作 嗯 我试试看 诶 用它来做飞机的机身 应该很不错 好的 先把几个部件分开来制作 就像这样 飞机的翅膀也可以把它夹在我们机身的中间哦 新娃哥哥 我想给这个直升机上点颜色 可是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呢 诶 我们不是有油画棒吗 水彩笔 还有我们的水粉颜料 嗯 对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上色效果 用油画棒和水彩笔来上色 对小朋友们来说肯定都非常熟练了 如果你想用水粉颜料 那要小心 颜料里面的水分不要太多哦 这样颜色的效果才会更鲜艳 听话 哥哥 这一次拼飞机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让我们再看一下重点回顾吧 好 也看一下我们的创作表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越画越帅的画小帅 我们一起来回顾创作重点吧 首先 用雪糕棒和夹子一字形叠加在一起 可以组合成飞机的机身 再根据我们的机身长度 选择相应的雪糕棒 跟飞机机身十字交叉 组合出机翼和尾翼 同时还可以把我们身边的小物品 也加入到飞机的组合中来 最后还可以给飞机身上 画上漂亮的颜色或花纹装饰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周的挑战吧 一 用冰棍棒还有身边的小物品 拼装一架属于自己的神奇飞机 二 寻找身边的小物品 尝试组合出其他有趣的造型 并拍照上传给花啦啦 爱画画的孩子更聪明哦 我们下周再见 小朋友们赶快动起手来 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神奇飞机啦 期待你们的作品哦 下期继续我们的 花啦啦艺术小天地 拜拜